各位现场所有的贵宾们 长官 还有我们最亲爱的美女朋友们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我是李佩珍 在这边呢再一次非常非常欢迎 当然感谢各位今天能够 力领我们的JXA 玉世家珠宝的远气购物中心的 看目记者会 我想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荣幸 可以担任这种活动的主持人 所以在这边首先呢要感谢 在现场的每一位贵宾 一直以来对于玉世家的支持 以及呢今天的出席 我想因为有各位的历龄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开幕记者会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具意义 而且是讲到珠宝呢 大家都知道其实西方人 他们喜欢用钻石去代表永恒的象征 但是东方人呢则更加的钟爱翡翠 来作为传承的意思 那其实呢讲到翡翠 大家就一定会想到的 他的优雅高贵深沉 还有他所散发出来这种很自然的圆润的光彩 真的是让人一见清新之外 越看就越深深的被他这种独特的魅力所吸引 当然其实大家在想到翡翠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想到了绿世家珠宝这个在台湾深耕的品牌 他不仅是历经了三代的传承 而且超过八十几年的历史 可以说呢将翡翠这门的艺术不仅是发扬光大 而且更是结合了东方以及西方之美 那其实大家走进这里的时候会发现的是 御世家珠宝呢 他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一个精英理念 就是品质至上 而且呢诚信为先 当然呢 物物跟人文上面呢 有着非常非常高的坚持之外呢 他所使用所有的原料 一定都是可以说世界是最高等级的 也就是我们同称为翡翠的缅甸黑货 那因此呢 大家所看到的每一件珠宝呢 都是翡翠当中的上品之外 它更加结合了西方的多元的设计功力 所以呢 能够将翡翠带有更新的风貌 而且新的生命 今天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这个元庆门师的设计 也分成内外两层 待会我们也会为各位来做更多更多的介绍 感谢观看